阿里斯先生 阿里斯 所以先請阿里斯 給點掌聲阿里斯 好的 好了 阿里斯來到這裡 我們先找一下阿里斯 請他跟我們聊聊天 第一件事 阿里斯帶飛票相當之厲害 剛才也介紹過 在2010年的香港飛票公開賽裡面 就拿了三個項目的冠軍 到底你覺得 要玩多久飛票才可以玩到你這麼厲害 阿里斯 各位我是阿里斯 你好 我自己已經有十七個飛票 哇 十七年飛票 這樣大家都要 咦咦 即是說我八歲就要開始擲飛票 才可以擲到這麼多 三個三個都差不多 好了 那既然是這樣 玩飛票 阿里斯覺得有甚麼特別的竅門 可以教我們 其實擲飛票是沒有竅門 只有練習、練習和練習 練習得不好 自不然就會有好的成績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請阿里斯 立場示範一下給我們看 到底怎樣擲飛票的準成告 才夠高 今天阿里斯會幫我們 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來表演 包括站在不同的距離 用不同的姿勢 還會有一些特別的道具 接下來的時間 也要提提各位現場的朋友 無論是大朋友也好 小朋友也好 大家在家千萬不要自己玩飛票 剛才阿里斯也說了 十七年的訓練和訓練 大家過了這十七年就可以玩了 先試一下這個 謝謝阿里斯 大家留意不同的姿勢 我們這些嘉賓也要留意一下 轉頭你們也要扔 因為 嘩 轉頭你已經三個都相同 接近一個 嘩 嘩 厲害 可以做到自己的姿勢 好 不如幫我們試一下 不同的距離扔飛票 你會怎樣扔 剛才很多觀眾可能覺得 我因為手長腳長可以 是 是 他們說是 是 是嗎 其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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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怎樣 好 我們要試一下最近的距離 可以扔飛票 當然是 好 我們先試一下最近的距離 我幫阿里斯 你的靈節慢 最近有多近 其實也不是很近 這裡 可以了 我一定不行 好 預備 哇 好 厲害 給阿里斯先掌聲 試過這個距離 既然大家試一個遠一點的距離 好 標準 標準的距離 又會怎樣呢 我們又要麻煩阿里斯 十八 哇 幾乎完全是中了 紅的一個位置 好了 接著我們就試一個 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今天這個場 這裡 是不是遠一點會比較難一點 一定是 一定是 你試一下站到 沙頭角那邊扔我 我猜而已 好了 預備 一二三 OK 好 不加大給阿里斯 今天試過三角不同的距離 喂 我想問阿里斯 那扔飛鏢這件事很吸引女生的 那我突然想到 另一個女生很喜歡看的動作 就是看一些男人跪在那裡 就是這樣 跪在那裡扔飛鏢 可以嗎 應該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那就試一下 如果三支中兩支 就能夠合格嗎 合格 給你今天立即 來了 好了 我們預備了 麻煩阿里斯 我們就試一試這個 跪在那裡玩這個飛鏢 OK 立即抹一抹汗 對了 現在女神就在這裡了 你會試一下 你會試一下 你來吧 我們時間有限 來了 第一個 OK 第二個 嘩 第三個 嘩 又中了紅心 所以不是所有女生的心 都被你射走 就是這樣 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哎呀 玩這個 一定有相當危險性 大家經過痊癌的訓練才可以玩的 WOW OK 謝謝 欸 再來 好 很緊張的手指 好